玩具TV第27季第10集 应该刚才监制粗略计过 今集是第346集 三百多集 还未收拾 未过了某些无线的肥造剧 是 那些是1000集 所以这一刻真心厉害 多谢大家支持我们 到现在未收拾 可能下个星期才不得做 我们愿意做三百多集 你也愿意看三百多集才行 最惨是什么 没有什么赛事 没有的 仍然能做到 我们还未用高级 对 无论 说得346集 也真是要多谢大家 因为刚才现时也会撞到两个观众 现时有很多观众 每天都会撞到观众 但真是幸运他们肯 看我们有事 后来都可以的 我们很 刚才有过去 刚才有过去 这个都可以的 其实你和我们打招呼 我还是不能打招呼 也不差再说重点 其实玩具TV的主佬 就是这位和后面那位 最红的那位就是这位 拖友我就红了 最红的那些今天没来 在法国开心着 有些就在公司打拼着 有些就在吃饭 有些就在抽筋 那些是最红的 在法国那位被我们音了一夜 被你音了一夜 就如顶 所以我们这次第一个cio ким一打开心着 白淨 其實是 都有9版 elder 先说呢 第一版是 这是 ライ栏 对吗 Dennis 对 3叉亿 对 啦 3叉亿 其实本身 如果大家有玩巴士的话 这ア string 就有限定 是的,就是這架,44X 雖然我們接下來會繼續介紹44號 但怎樣也好,先看看這架45X的細節 麻煩阿滴多一點 這架車是否覺得在街上還有行動呢 金色這架? 因為有機會我們的鏡頭會… 還有?真的還有? 我看金色車,還有在街上行動 這架叫做珠門店板,去到Tiny才有 反而這架我讓大家看看盒子 認回這架三叉戟 很清楚寫著珠門店板 有興趣的就記住去這個特約商店購買 不過,起碼這架我會讓大家看看 這架車的細節 你會見到其實三叉戟,大家坐開 都會見到它的座位 紫紫的粉紅色,是否很懷念呢 車頭上面的黃色棍,那條鋼 扶手很清晰 是,40號X,葵聰邨 如果住附近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入不入手懷念一下 這架車也算是新的 至少十年內吧 我不知道 因為我記得前面有條安全柱 好像也不是很久的事 觀眾們有補充一下,正出聲音 德哥,那些手毛說完很長 當然,手毛長,既性強 讓你想得到 好了,隔掉第二架 跟著,其實在盒子來說 是很相近的 不如我先補一補 剛才那架派貨6月7日 即是派貨了 8號便是現貨 不知會否有現貨 是,便宜,一塊水有爪 99元 你會見到兩個Number 44的分別 很清楚的,不會撈亂 這架是經銷商版 即是其他各大店 對 當然 最大的分別 差點混亂 也不怕 引得很清楚 這架就去余芯廣場 278X 很清楚 可以引得 旁邊也有引 旁邊也很清楚 其實我真的很欣賞 這架上層車頭的設定 安全是 真的追上了 好 麻煩 繼續收車 收車 第三架 第三架 巴士繼續 沒錯 基本上 這架中巴 真的 不說得笑 這架真的沒有 還有沒有行駕 這架沒有 這架車款很久 沒錯 Olympian真的很久了 還有11米是否很長 正常的車 一般 是正常車 11米 94號X 這架究竟有多少人搭 看看 是金鐘的 大家最懷免的 就是中巴的車頭 那麗蘭基本上 大家都是見不少的 但是這一種的熱狗 基本上大家可能 有這麼一年多的 住這個港島區 我覺得都幾大機會搭過 這架都是熱狗 會不會有冷氣 我不知道 我不確定 藍蝦 我印象中這架是熱狗 當然有錯請更正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可能你適合 我看到旁邊的窗 燙門 有燙門 即是沒有冷氣 門的位置 是做得很仔細的 還有那些扶手金屬鋼 一停車 你聽到那些水喉滑波子聲 那些 真的正得爆 為什麽裏面有這麽聲音 好問題 你那些電視介紹過的原因 不過我完全記不到了 這架都是99元 也有貨賣 第四架 你問我 我最喜歡通車類型 所以這次這架富豪 B8L crossover了UNO的Color Tone 這架真的很適合小朋友 不是 其實很多UNO的Fans 是喜歡買這個拉花的 等於上次我們介紹的崩壞 其實我是喜歡的 你多久沒有玩UNO 一年左右 這麼年輕 你應該是年輕人開派對才玩 對 年輕人開派對才玩 你沒有說錯 我真的很多年沒有玩 它本身整架車都用了 UNO最色彩的 紅黃藍綠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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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我沒有見過真車 真車應該要拍照 對 其實有很多巴士的巴士 那些拉花都好 很漂亮 這架是1A 我有個朋友 朋友的兒子 大概是20歲 他們經常追巴士 我也有很多巴士朋友 如果有看過 它是追影巴士 它是追影巴士 但不是追巴士 然後我反而 這個我自己沒有怎樣接觸 我不知道是否是新品牌 對 叫G.C.D G.C.D 本身你看到 它的背景 可以拉後一點給大家看 謝謝 現在幫我們開機的 就是Lawrence 對 好了 看到它這麼大的盒 就包了這個 這麼裝潢華麗的膠盒 當你開了膠盒 不過留意它是很貼心的 寫了 車座無羅斯 取車需小心 死了嗎 好了 拿出來 就會看到這一架東西 其實除了這一架東西之外 還有一個類似眼鏡布的東西 還有本身 今次 這一個越野車 Tacoma 的一些寶品 我不拆 我純粹給大家看一看 好了 看看這一架Toyota 有什麼特色 真的很華麗 這款式 真的很華麗 嘩 我稍後才慢慢說 我轉個圈給大家看 看 它比一般 始終這些越野車款 都會比一般 一比六十四的車 都會大隻一點 還有我相信 除了本身它賣點 是這麼漂亮的裝潢之外 當然剛才我說了 還有一堆寶品 它的車輪是 小轉向的 所以 哎呀 哇 幸好 坦白說 如果真的說說輪子 不要跟Tommy卡比 它只是給你四個小轉的輪子 或者可以看看 車頭的Close-up 車底真的比其他廠優秀 都很精緻 在玻璃窗上 都看到裡面的 座位 軚盤 都做得很仔細 雖然沒有特別上色 都是用這個圓黑膠 但是就非常漂亮 那麼 Sperer Tide 亦都給足了這些 就是你的 多少錢 好 看看 這個應該是一百九十二元 兩塊水 原來剛才很多 拉花的Ulo車 巴士都是貴少少 一百三十八元 不錯 沒有問題 都是那一句 這些錢我願意給 然後另外也是同一個牌子 不過這個就比較激 還有要找德哥出馬 因為我都找到了 Tacoma它本身另外一款車 其實包裝就差不多 不過這次這架 就會是露營版 真的漂亮 215元 為什麼會215元貴一點呢 嘩 我真的要請教一下 我量度了一會兒 都不知道那個房子 怎樣放在車頂上 因為左搭右搭 前搭右搭 那條梯都不知道怎樣放 什麼問題 我可以先拍一下這些 嘩有獨木舟的 嘩 嘩 好漂亮 還有這些是假的 這是什麼來的 你想想可能是有些玄機的 嘩 這是什麼來的 它又沒有說明書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什麼來的 有個番薑 嘩 這個不是主食佬嗎 有師兄們幫到忙 可以跟我們說一聲 其實我只是硬來的 哦 這個 未必我的 其實就未必對的 但是 我純粹 在這個 充滿這個 創意的情況之下 給大家看一看 我亂搭的 屋子 不過我見過 有些旅遊節目 真的介紹過 在台灣 那些車租 香港到自由 香港遊 那個屋整個 真的在車頂 然後就不知道 用一些機械 它就會放出來 是啊 也是兩個女生主持 去主持 那就要看了 是啊 毒木粥這些 都齊了 也有一個蓋子 可以蓋住 是 後面 一些主食用品 等等等等 很精細的 所以就一分錢一分貨 是 兩塊多水 好了 又可以白白了 好 接著 可能要麻煩 Brian幫忙 清一清 今天我們的 人手就不算很充裕 剛剛開 但是我們的熱誠 是可以搭救所有東西的 剛剛好 接著我們就推裝 一炮個 介紹 三部 INNO64的名車 為什麼說名車呢 根本其實這三部 大家都耳熟能長 和見關見熟 輪著來吧 這一輛我自己是最喜歡的 日產 Sylvia S13 這次他用了這個 ROCKET BUNNY 的拉花 大家其實有玩開車的 都知道 這輛是非常靚仔 和改得非常靚 當然 記住 INNO 它的車不是給大家推 是很靚 鑑賞級 所以 今次這輛 ROCKET BUNNY 他就把整輛 日產 Sylvia 的 特點 用那種拉花 完全表達出來 新精頭 又非常適合 而且ROCKET BUNNY 它的OK手勢 的金層 金色的印 也非常靚 伊不做二不休 orf prometp sent 給大家看,其實連這個防滾架、安全帶都有上色 反光的關係,看到一點點 沒錯,而且這隻金屬紅很漂亮 看到那種反光,整架都很漂亮 連結也是非常仔細,大家要留意Inno的強項 QC和移印都非常精彩 麻煩通知這架,我付錢,沒問題 謝謝,不用在外面追 合眼圓的東西,就要立即出手 免得煩 好,介紹完我最喜歡的Rocket Bunny 先進去 剛才Anson兄贊助了,謝謝Anson 謝謝Anson 怎樣 好了,Next 其實本身Inno鑑上車的包裝都頗一 這不是壞事 所以你一看便會知道是哪個牌子 那現在這架Ford Serp Sara RS500 我又很努力地打開蓋子 這樣看便清楚了 這個角度沒有反光 你看看,你會看到Bestro那些字 是移印得非常仔細的 在這個定封液後面這個 車尾窗的移印 或者我先叫Sticker 也很細緻 它所有這些車尾燈都是用透明件的 這架Ford Serp 好像是三層公約 多少錢 嘩,連結很漂亮 這架Ford Serp 這架Ford Serp 剛才的Ford Serp Ford Serp 差一元Ford Serp 156元Ford Serp 給它 差一元Ford Serp 它也是計算細緻的程度 計算零售較 前面也有本身Ford Serp 這架Ford Serp 他都是24年 八九年冠軍 先貪圖 我有強烈建議大家 先把塑膠蓋放上 才ام子拉就好一點 帶大力會 會搖或會咬 刪斷 它為速度還原 新車是有天線的 因為這些是拉力賽車 整晚開車真的沒有天線 交流不住 真是交流樓 它的盒子確實是吸引 最後一架 接著 我連介紹也不需要介紹 Fair這些套套 Z32 真的 嘩 有東西跌 為什麼會有東西跌呢 因為這裡 裏面有四個士啤梯 加上兩個軸可以給你換 讓我趕快安裝 不見了我又賠不起 因為很貴 多少貴 149元 嘩 幾餐 整個禮拜夥食 剛剛跟Lucas不一樣 都不知道有沒有太多零用錢 有沒有 一定有 應該還沒有 這麼小也沒有 都沒有機會買東西吃 老老實實 你沒理由不安裝這四個士啤梯 我不是說原裝不漂亮 只是跟這四個梯 超級漂亮 是 金梯 不是金鷹 金梯中間還有紅點 你會否示範一下 賞金鷹 玩這麼大 沒有了 今晚很多節目 看回本身這部日產啤梯的設計 整部車的塗裝 連同上面的天窗位 整部車可以透過 後面的水撥 後面的玻璃窗和橫紋都做了 同樣的 嘩 這個放鬆得好 看到後面的車尾燈的透明件 還有Fair Lady Set的文字 所以整部車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有追開Fair Lady 雖然我知道我有另一個朋友 他不看玩具AV 他儲開Fair Lady Set的 他只儲這個TOMICA 兩個櫃 一款車 兩個櫃 他是神人 他真是神人 有沒有機會介紹我們 希望 如果也是那句 有儲開Fair Lady 我相信你都走不掉了